然後到這裡面 攪一攪 倒下去 似乎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大雷與國家警報 辦公室淹水 2019年我覺得非常棒的兩樣東西 一個是烘豆機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氣障 最多的東西 寫著這是削ło 現在的證明 一個環境 就算很長 這麼快 ffe著 你放著 什麼 有沒有 你放不著 你放不著 這裡 開湯 放不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七点四时间,下午二,礼拜一,好,进去弄早餐 早安 准备早餐 蛋 奇异果 昨天我老婆买的 NUO Bagel的Bisky 刚去义美买草莓酱 这次买大瓶 刚刚买肉的时候,但今天不用 还有这个 吐司今天也大概就是这些 好,先来弄蛋跟Bisky 没破 这蛋壳好硬 蛋先烤 因为Bisky很快就熟 我怕它焦掉 蛋先烤三分钟,然后Bisky再下去两分钟 空档可以切奇异果 还有准备 泡 刚好奇异果切好 好 昨天有网友教我说 这上面会有静电 它说先把这个咖啡豆 弄个汤匙之类的,沾一点水 然后到这里面 搅一搅 然后把水稍微沾在咖啡豆上面 倒下去 说就比较不会沾 产生静电 诶 似乎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好像哦 好像有用哦 来组装 试一下 1 2 3 4 7 8 9 4 11 哦对 昨天 在美国的昨天 等于我们的前天 7月20号 是 那个 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 50周年 那个在美国的汪钊 他传那个影片给他在 华盛顿纪念碑 我的投影好漂亮 有放一点零放这边 对 好,谢谢汪钊鱼我们分享 好,喝一口 啃牙 打开 比斯吉 水果跟比斯吉分开 好,完成 早餐 奇異果 草莓醬 New Bagel Biscuit 然後炸彈 Nano Prezzo 坑亞 祝大家今天上工愉快 開動 11點18分 出來去採買一些 五炭的材料 一顆六十幾 兩顆六十幾 玫瑰 這是紐西蘭 好 買了一袋 11點30分 午餐 牛小排 小白菜 烤蒜頭 拔了 2點6分 趁還沒有下雨 只有一件 這個應該在澎湖 一定要出來吃 1點6分 1點6分 8分 10分 8分 5分 5分 2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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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4點3分 收到那個大雷雨的國家級情報 雨很大 還好剛剛先去郵局 不然現在出去一定零全身濕 希望不要下太久 晚安現在是5點37 剛剛雨下超級大 很多地方淹水 我們先來換這個濾布 你看這濾布剪開之後 裡面都有咖啡粉 為什麼要換呢 是因為它已經變薄了 龍布這個麵 往這面炒碗 然後拉 這樣拉它就縮起來 縮起來再打下去 我們先煮一次 我平常不是用燒杯在這邊煮嗎 在這裡煮 那我想說今天就直接用下午煮上去 反正水我不要 就這樣煮 然後就要煮 再煮到 就這樣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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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煮了 就這樣煮了 好 我今天下午雨超大 我收到那個通知之後沒多久 我不是到後面去拍嗎 不知道我老婆又傳 那個有學生家長 在我們家那個 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捷運站 前面那邊都淹水 整條南京東路站那一段都淹水 那蠻誇張的 那瞬間雨量太大了 我先45分鐘 影片上去了 因為我就慢慢剪 然後東摸西摸了 就...欸!怎麼一下就5點 我今天把那個 DJI Osmo Action 搭配電池管家 那以及那個... 做一個set 然後呢 因為GoPro上禮拜 GoPro的活動已經結束了 我就拿背包夾來搭 那個... DJI Osmo Action 相當於買 買整套再送背包夾 那這不是官方的活動 是我個人 因為... 我覺得 Action放在我那邊 快一個禮拜 就出太忙了 把它切開 我剛剛好幾個朋友 甚至有一個FB這樣PO他們辦公室淹水 那有夠誇張 那水淹進去 他可能是在一樓 那我就問他說 你是在南京東路或者是中藥東路 他說不是在和平西路 可見台北市瞬間雨下多大 鳥肩是不是有先見之明 先去遊具 不然就慘了 好我們今天來聊一個 聊一個我今年2019年 我覺得買進來我覺得非常棒的兩樣東西 一個是烘豆機 真的烘豆機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氣炸鍋 你知道從我開始用氣炸鍋的這一兩個禮拜以來 我發現我的飲食習慣也跟著改變 然後以前我覺得在辦公室煮東西 其實我這邊有空間 有空間 但是呢我總覺得很麻煩 那以前本來那個地方有瓦斯爐 現在還在瓦斯爐還在 這下面是一個瓦斯爐 那是日本林內的瓦斯爐 我都把它整個爐心什麼全部都拆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瓦斯爐我這棟大樓是沒有天然瓦斯的 變成要叫瓦斯桶 跟我這個一樣 叫一桶要很久才會用得完 所以我就就直接把瓦斯爐廢掉 我會想說我用電的 可一般用電的 你不管用電的要煎要幹嘛的都很不方便 結果這個氣炸過來我覺得真的超方便 東西只要放進去 我也不用看 像我以前煎牛排是要翻面 你要在旁邊顧嘛 要翻然後怕焦掉 就氣炸鍋不用 氣炸鍋你就放進去 然後定時 然後你如果怕太過頭的話 你就少一點 待會看不夠再補就好 也不用一次就是弄很長的時間 結果它焦掉 所以我從開始用到現在我幾乎沒有失敗 那當然口感會有一些些不一樣 就像我昨天弄那個銀絲卷 表面上是很漂亮 可是咬到中間的時候就少一個味道 就是少那個油 油進去的味道 因為油到裡面炸的時候 它會比較膨嘛 那因為我是用烘的方式 所以它只表面 表面金黃酥脆 可是裡面一樣軟軟的 可是像你要熱麵包 牛排 像我中午 我中午在我的冰箱裡面 翻到以前我 一個朋友來找我 然後他帶牛排給我 可是當時我覺得煎牛排很麻煩 我就冰在冰箱 冰庫就是冷凍裡面 應該放有半年以上 給我翻到 我覺得這東西丟掉有點可惜 我又把它解凍開 欸沒話欸 我就把它放進去氣炸 所以今天中午是吃氣炸牛小排 那個我早上去學年買的小白菜 我就用微波的小白菜 不是煮的喔 我是把它用的微波碗 這種的微波碗 因為它上面有洞 我就放一個 我就把這個碗 這個碗放在裡面 然後把白菜放中間 然後下面放水 這樣微波 因為微波的時候會產生水蒸氣 水蒸氣就會把那個菜蒸熟 而且菜出來是綠色 所以欸 蔬菜 蔬菜的煮法有幾 就是用這個 然後氣炸鍋 就是反正你想要烘什麼都放進去烘就可以 就很方便 所以自從這樣子之後 我就幾乎早 我現在早餐也沒吃外面 午餐也沒吃外面 那你知道嗎 人就是這樣子 有時候一個小小的改變 你就會想要做更多的改變 有個理論叫小花理論 它意思是說 在你的辦公環境 例如說插了一朵花 結果你插了那朵花之後 你忽然發現 你那朵花很漂亮 可是你旁邊很亂 所以你就想要去搜你旁邊 可是旁邊搜一搜之後 你就發現那哪裡哪裡 又不跟你的 現在搜這邊又不搭 所以你又會更進一步 再去整理其他地方 結果又把整個環境弄得很乾淨 這是人家所謂的小花理論 那另外一個相對應的 就是叫破窗理論 就是有個街道 街道裡面某些窗戶 被人家用石頭丟破之後 就石頭破他沒去修的話 慢慢的 這條街道玻璃破掉了 會越來越多 對 這個是有個典故的 叫破窗理論 反正重點就是 會因為一件小事情 讓你產生一些變化 我覺得氣糟過 對我就產生變化 那因為我不是說我這十幾天在家裡還有在運動 我還有運動 在搭配飲食的調整 像我吃我沒有很麻煩的 就是很正常就這樣烘烘 我發現很快大概十幾二十分鐘就被搞了 弄好了 費用上面 那一面 短期看比較傷 例如說你去外面買個早餐 我大概都要買八十一百 那午餐可能去Saven買一下 大概也要一百塊 七八十一百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我中午沒吃 就變得不正常 可是自從我有氣炸過之後 我去全年買東西 我就會開始會去買什麼 水果 買蔬菜 然後反而我不會去吃太多的不好的東西 就是比較不是原型的東西 原型 原始形狀的東西 但偶爾會吃加工 像我昨天就吃香腸 我倒是沒有很刻意去要或不要 但是很自然的你會 你會發現你的飲食的情況 會比以前健康一些 那花費上面 像每次去全年大概都要買個 三百塊到五百塊 不一定 可是大概可以吃兩三天 對 那還有雞蛋什麼的 大概可以吃兩三天沒問題 跟你每天大概花兩三兩百多塊 算起來 短期看起來好像花一筆多 可是長期看起來好像省 最重要的是不是省這個錢 而是你吃的東西的內容改變 我是覺得有比較好 對有比較好 那我剛剛另外講一個烘豆機 烘豆機我覺得是真的是 我今年度我覺得很值得入手的東西 不然以我喝豆子 喝咖啡豆的量 我如果像我泡個冰釀 最少要磨個五十克 你如果去買一包半磅 你沒多久你又要下去買 變成你要一直在買豆子 可是現在自己可以烘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光你去買豆子的時間就省下來 那當然你烘要一些時間 可是烘完之後 你可以自己去控制那個烘的量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成就感 你發現你烘出來的東西是能喝的 不是不能喝的東西 對吧 是能喝的 而不是說你很擔心 本來很擔心不能喝 後來我自己喝 可以給朋友喝 朋友也說可以 當然我們烘的這種 因為機器不是多好的機器 很難做到每一次都穩定 但是我發現雖然有小小的誤差 可是以我們這種 我不是那麼靈敏的人 我覺得OK OK 至少我每次喝的都是新鮮的豆子 重點就是 我覺得我今年度買這兩樣投資 我是覺得很值得 真的我蠻推薦氣炸鍋的 我好幾年前就想買 但是當時很貴 我一台我記得八千多塊 對 那現在很多品牌都在做 對 好給你們參考 好啦今天就這樣 欸 雨停了 喔雨停了 差不多 好 掰掰 水退 美國人 2 5 -5 -8 S